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咱们继续来完善咱们分业类 好吧 上几个咱们看到了首页和尾页咱们怎么处理 对不对 最难的其实就是列表页了 对吧 咱们先来看一下传统的网站的列表页是怎么做的呢 看是这样的 对吧 看 是不是都有一个列表页 对不对 比如说这里边点到第一页 是不是 那它就是从第一页之后 对不对 后边点点还有多少页 对不对 对 当然了这个格是也可以 其他你自己的格都可以 对不对 对 那我们来看这列表又怎么做 通常你要是看一些其他的做这个列表顺法都难理解 对不对 用一个循环线出来的 非常难理解 所以咱们就不用一个循环机械 咱们把它拆成两个循环机械 对吧 首先是当前页 对吧 当前页是不加连接的 咱们就考虑当前页之后的页 怎么办呢 这话 我们首先要知道 当前页是假如说在中间 对不对 对 前边有4个 后边有4个 所以咱们可以指定左右两边的数 NUM等约4 就是当前页左右两边有4个 加当前页一共是几个 是9个 左右两边各4个 对不对 或者左右两边是5个 这你都可以自己定义 改变这个值就行了 如果想要用户设置的话 你可以在构作方法里边存一个这个值 或者是把它设置成员属性 对吧 大部分这个都是固定的 没有标准 所以我们就在这设计了 比如说 我觉得显示9 列表显示9个比较漂亮 对不对 所以之后我就放9个 9个呢 写4 是不是各一边就是4个 加中间那个是不是就是9个 先是怎么办 当前页之后的列表 咱们用分几部分 还有什么 当前页 的设置 还有什么 是吧 当前页之前的设置 是分第三部分具体 这样的话分开具体 我们特别容易理解这个算法 不然的话 如果我给你用一个循环 都把这些写出来的话 大家会很难理解这种吧 所以分开写比较好 最好写的就是当前页之后的列表 对吧 比如说 4循环 $i 等于 0 $i 就是等于1 $i 小于 谁啊 $num $i 加加 那 当前页 当前页就是 什么 这一次里边的 配置 那个C 配置 这是个当前页的量 对不对 那加 什么 $i 循环的时候 等于 COR 或者就叫配置 你看 我这么一个加研究的循环 第一次循环的时候 比如当前是第五页 对不对 第一次循环是1 是不是这个配置就等于6 所以这块我只要输出 这块是 返回 对一个变量 这个是列表 意思等于一个空字幕串 然后最后返回空字幕串 就返回的字幕串 里边 这里边我们让它 例子 点等于连接一个什么 ahf等于 鞋上A 中间放的变量 我们就放什么 配置 第几人的变量 假如这个链接还没有 我们看一下 可能会有这个列表吗 刷新一下 你看当前一人第几 是不是第一 立页没显示个二三四 对吧 一共是 是125条 后边有三个 应该咱们是小约等于这个 是不是才能放四个 嗯 小心一下 二三四 挨在一起是不好看 所以我们在这会加一个 and for nbpsp 讯号 前面加一个 后边加一个 and for nbpsp 讯号 and for 对 这会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2345 当前夜现在是第一 比如当前夜现在是第八页 那就是什么 901112 对不对 那一共是多少页呢 125页 对不对 假如说我这块是125页 那后边12 126 127 128 129有吗 没有超出范围了 对不对 所以咱这会儿可不可以做一个判断 什么判断呢 如果 大罗不配置 什么呢 对 小于谁的时候 总页数的时候 也就是 配置页数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才显示 对吧 小于 等于页数的时候我们才显示 对 否则的话 如果不显示高 我们循环还有不要执行吗 对 退出 是不是就行了 所以现在看一下 我们125页 是不是最后一样 对 是不是什么都不显示 那124呢 后边就会显示一个什么 是不是125 对吧 多出 出去的我们就不显示 这块 是什么 啊 列表之后的 对不对 然后这块是如果 在叶数内 则显示 这样的吧 然后我们加上链接链接就是什么 最好吧 包括这次里边的uri 对吧 然后问号配置等于 谁啊 当前一样 比如说配置 我们来运行一下 点125页 是末页 点手页 还有234 点3页 点5页 点8页 是不是都往后走 是 这当前一页之前的 之后的 对不对 那当前一页之前怎么设置呢 也是浮复循环 只不过循环的从后往前来 对不对 什么呢 你看 跟这道理差不多 我就沾起了一下过来 只是我们将循环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最大值 NUM从这开始 对不对 他在当他大约 等于1的时候 对吧 既然从大往小循环 这个I就得怎么当 减减 对吧 然后我们这会儿就能减去谁 倒入牌 看到了吗 减去倒入牌 这样的话 比如说当前一页是第五页 I是不是等于4 5-4等几样 1 那是不是第一页是1 第二个循环 NUM之前是3 对不对 5-2 是不是1234 是不是从前往后来的 对不对 假如说我们先不判断 你看这样的列表会是什么样吗 刷新一下 是不是4 5 6 7 8是当前一 对不对 然后点4呢 0出现了 点1呢 不得出现了 这些是不明显出现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要判断一下谁就行 在这判断一下 必须得配置什么时候 大于1的时候 对吧 对吧 我们是不是才有这个列表 对 然后看一下 刷新一下 这就可以了 现在是不是就没有当前页了 那我再把当前页补上 对 当前页 当前页不用加连接了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如果页面书就一页的话 你还显示当前页吗 对 就不显示了对不对 就不用它显示这边了 所以说如果到了图 什么 Z4里边的 配置页数大于1的时候 对吧 大于1的时候 我们才有这个列表 然后这块直接到图 List 直接就等于 谁呀 C 配置 这次里边的新配置 来 第二 两边放一个什么 放上 安德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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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页第二页 你看 对吧 然后最后一页 比如说是122 122 你看123 后边来个少了 最后是125页对不对 看到这个了吗 这就是分页的列表 其实我们要猜可以写的话 这个列表就非常的好理解 对不对 对不对 如果合在一起写在一个循环里边 是不是就不好理解了 对 那我们现在这里边看一下处理完的部分 什么 后边应该都处理完了 对不对 当前这有了 现在是不是差 从多少条到多少条这块 咱们还没处理呢 对吧 所以这块我们也把它处理掉 在这 从多少条开始到多少条 是不是有开始 这会我们最好把它变成一个私有的方法 这次里边就叫做四大方法 从哪开始对不对 然后既然计算我们再处理一下 到多少条 我们之后再连接一个这次里边的DND 好吧 有开始有结束的 每条记录开始的结束在哪 然后我们做两个方法 faction strt 从哪开始 然后 faction 我们再是DND 从哪在哪结束 这是 从多少条 开始 这话 再记录一下 从 多少条 结束 结束 就是每一页 当前一页写上的 从多少条开始到多少条结束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 开始我们是从哪开始的呢 假如说第一页肯定从第一条记录开始的 对 那假如说 第二页应该是从多少开始 第二页 假如咱们这怎么说 比如说有100条记录 每页写上10条 假如能这么算 看一下 对吧 哎 这怎么是还是125呢 上面传的 对吧 这传的值 咱们必须得把它 咱们判断一下 优化一下 才可以 不管那个 从多少条开始 第一条 是不是应该从1到10啊 第二条应该是 是10到20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记录的一个范围 对吧 所以说我们从哪开始 这话就得判断一下 什么呢 开始数 用当前 什么 当前页数 配置当前页数 减一 就是当前是第二页 嗯 你要二乘以数量就20 对不对 减一 是不是前面有一页啊 那意思对不对 第二页前面那一页 当前页数减一 然后呢 乘以 什么 乘以每页的 数量 对吧 乘以每页的条 每页的条数 是不是就是从哪开始啊 那这个条数是 到这次里边的 NUMS 是不是啊 用不用再加一呢 你当天也比如说当天是第一 对吧 零 那就从零开始 那加一的话 是从一开始 也行对不对 嗯 加一吧 返回 这个 那我们再看一下 小心一下 从第十一条开始 第二页是从第十一条开始 第一页是一到十嘛 对不对 对吧 那比如说 这第一就是 哎 当天是第一页 第一页应该是 部分是十一啊 这就是十 当前也简易应该是零 这份应该是乘号 是错的 是不是应该是乘号 然后我们算一下 你看 从第一条开始 嗯 是不是从一开始 那到哪呢 结束的应该是多少 咱再看一下 那第二页呢 不是第四页呢 是不是从三十一开始啊 对不对 这就对了 那大家往下看 结束的应该是什么呀 结束页 那就是当前一 二 这一次里边 C 配着 当前成一 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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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一页乘以每页选的数量 是是那个吧 你看 三十一到四十 对吧 第五第五页呢 是四十一到五十 第六页是这个 对不对 那如果是最后一页呢 最后一页如果我数据不到一百条 能够九十八条呢 最后一条记录数据八条啊 对不对 本页显示的条数应该是八条 对不对 九十一到一百 这肯定就不对了 对吧 所以这块咱们经过这样的测试 这个当前这个条数就错了 当前条数在哪呢 咱们用的是本页显示这么多条 我记录是不是就不对了 那这个 咱们用的 我把这个换成是一个方法 是当前CURNUM 当前显示的条数 这个肯定也是问题 对不对 当前显示的条数 对吧 如果是你想当前显示的条数 就是最后一页显示的条数 就是几条 这该怎么办 是不是要开始结束这个数 减去开始这个数 就可以出来 是不是这样啊 那我们就把结束的数 给弄明白 就行了 现在就怕是不是最后一条 对吧 那怎么办 有好多套判断一下 是不是最后一条记录 如果最后一条记录的话 结束数就是整体的什么记录数 对吧 其实没那么麻烦 看一下 不知道这个也没办 你看 和总数相比 当前这个显示的结尾数 肯定不会超过总数吧 对不对 那超过总数的话 怎么的 就让总数 是不是找几小时 把总数拿过来 如果没超过总数 是不是用这个 用一系统还是那些这个 然后当前数就要什么 就是这样 倒入返回 倒入这次里边的谁啊 边底 什么 结束数减去 这次里边的谁啊 strt 是不是结束减开始的就是 总数啊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两个是不是全顺利了 你看 91到98 12345678 当然了我们从一开始的 我们这还得怎么当 加一 是八成记录 现在随便看 假如第六页 显然是不是十条记录 51到60 对不对 末页 八成记录 90到98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这些记录 我们就全去完了 对吧 那这样一个分野类就是怎么的 是不是就大概差不多了 那下这个开始 咱们就开始优化了 对不对 那不管优化多少 下这个课 咱们就优化一下 对不对 当然在系录屁股有更好的类去使用 到时候咱们使用那个 就可以了 咱们还有一些细节能考虑不到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先教到这里 好 谢谢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不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好 好 好了